What's up,Doc? 今天讲一讲 服药必知 服药虚知 哎呀,一直想这个 屁一屁这个谣 这个应该是华人圈 传的最 最恐怖 最流行的一个谣言 我认为是谣言 就是什么呢,有句俗话 叫什么,头包夹酒 说走就走 在这个微信里面传 像我老妈呢 特别喜欢看那些东西,特别喜欢传 过一阵呢,就传一次 这个我已经看到过三四次 尤其是到这个 逢年过节的时候 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喜欢 吃吃喝喝,对吧 所以说就出来了 哎呀 以前我查过 像我们这搞药的 就是,像我就是比较 这个,怎么说呢 注重这个 证据,注重证据 我查了查,说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基本上我查不到任何的 实在的证据 好像中文也说,基本上这种病例 好像非常少 非常少 从我来讲 因为我是这个 学药这行人呢 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知道的 这个投包类的药物 我所有的,从这个资料里面调出来 然后查探每个这个 副作用和酒之间的 有没有这种警告 像这面的这个Warning 有警告,不能和什么同伏 酒是其中一类啊,一般的药物 他有几个这个 警告,是不是孕妇啊 儿童啊,老年啊,或者肝 或者肾,食物方面呢 就是酒精类的东西 他会注明 我查了很半天,把我所有的 投包类都掉出来啊 好像只有一个或者两个 说是好像要 trust avoid 并没有说两个之间绝对不能服用 因为这边 我们有这个Black Box Warning 就是说,什么叫Black Box 就是有极度警告啊 有这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啊 他会有这个警告 在这些药里面我都没有查到 而且这两种药呢 这两个投包呢 应该是一个或者两个 很像以前查吉普大清 就是两个吧 还不是口服药 还不是口服的投包 而且全是这个IV 是这个注射型的 注射型的 所以说呢 从我这边来讲 所查的资料啊 就是说 如果你服用投包的话 我们说是口服的话 基本上不存在啊 因为这个注射性的药物 这种IV 你只有去医院的时候啊 在医院里面 他会给你给你用啊 你在医院的时候 你有多大机会啊 是喝酒啊 是和酒精啊 东西同时服用 还有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流传的这个 这个谣言这个说的是 好像喝酒的几天之内啊 都不能服用投包 这些没有 我认为啊 没有人会根据所有东西 尤其酒精的东西 药物也好 都有都有一个half life 应该中文翻译 叫半衰期是什么 酒精在你 你喝过一杯红酒啊 跟你量有关系 对吧 有一句话叫 抛去剂量 弹毒性啊 都是耍流氓 对吧 你喝过一杯红酒 这红酒如果是在第七天的时候 在你体内还继续残留 这残留的这一小部分 会和投包有剧毒的反应 好像他说这个 有了什么物质啊 会产生一种物质 很多东西在这个 理论上啊 是成立的 就像我们以前说的这个 除新冠的药物啊 体外有效 或者怎么样啊 但是呢 到了这个体内啊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所以说呢 从我这里啊 从药本身啊 来查这个呢 我没有找到任何的根据啊 任何的这个警告也好 什么也好 因为在这边所有的药物 他到我以后的跟踪啊 都跟踪 不是说就上市以后啊 就就就就就就这个 呃就没人管了啊 他有什么副作用 或者什么呢 他会继续报 如果第一声 有这病人 跟那个有这种作用的话 或者进医院 这种生命的危险的话 我认为这种案例啊 会有啊 会有很多的应该是 如果你有 有史以来几十年 也有一两例啊 我不认为这这这这这种理论啊 什么投包加酒 说走就走会成立啊 所以说呢 对我来讲啊 就是纯粹的一个谣言啊 而且从我本身来讲 我这么跟你说 我一般每天喝点啤酒啊 我在喝啤酒的时候 我也服用过投包的药物啊 我没有等过七天啊 我转天就这个 我每天 比如昨天喝的啤酒 你上他说七天之内 那我体内肯定还有 对吧 我封投包对我来讲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 说走就走 我也没走啊 现在还在现在还在这里 所以说呢 对对我来讲啊 纯粹是个谣言啊 但是呢 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讲啊 如果你服用抗生素啊 投包的药物也好 什么各种抗生素来讲呢 酒精对你这个 你就是有炎症 你服用抗生素啊 服用喝酒呢 对炎症没有任何的好处啊 所以说呢 也尽量尽量避免啊 就是你如果服用抗生素的时候 你同时在服用这个酒精类 或者喝酒 因为呢 酒会对你如果发炎的话 就有inflammation啊 有这种啊 有炎症啊 你喝酒会加重这个炎症啊 会对药效会有这个抑制作用 所以说呢 从治疗的方面来讲啊 还是尽量避免喝酒 但是呢 像这种就是夸大其词的 没有任何证据的啊 这个东西啊 对我来讲啊 我是不相信的 所以说呢 还是啊 大家可以做一个自我的评判啊 从我来从事来讲 我查了所有的对这些 投包有的药物的资料 ok 我找不到任何的这个 任何的证据啊 任何的证据 说这两种药啊 不能这两种东西啊 不能同时服用 而且还说这个酒在喝酒 几天七天之内 几天之内不能服用的头包啊 我找不到啊 也许啊 最后一点 我我我我刚刚意识到有一点啊 就是什么呢 也许这个中国那边的头包 这个里面的成分啊 和美国这边的不一样 也许有这些问题啊 也许有这些问题 但对我来讲啊 这个头包加酒 说走就走 纯粹就是胡说八道 头包药物是一类广普抗生素 属于贝塔 内线案类抗生素的一种 这类药物常用于治疗多种细菌感染 关于头包药物和酒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相互作用 头包药物和酒之间没有直接的药物 相互作用 这意味着在服用头包药物时 通常不会因为同时饮用少量酒 而引起药物的不良反应 然而要注意的是酒可能会影响免疫系统 和身体的康复能力 因此在感染期间饮酒可能会延长康复时间 肝脏负担 头包药物和酒都需要在肝脏中代谢 而饮酒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在使用头包药物期间 肝脏可能会更加忙碌 因为它需要处理药物和酒精 如果你的肝脏功能正常 通常情况下 适量的饮酒不会对药物的疗效产生显着影响 副作用 头包药物本身可能引起一些副作用 如恶心 呕吐 腹泻等 饮酒可能会增加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因为酒精本身可以对胃肠道产生刺激作用 因此 如果你正在服用头包药物 最好避免大量饮酒 以减少不适的可能性 总之 尽管头包药物和酒之间 没有严重的药物相互作用 但为了确保最佳的治疗效果 和最小的不是 建议在用药期间避免过量饮酒 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或疑问 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 并咨询是否可以 因此